你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黑色轎车高速冲过路口 迎面撞上右边执行车辆 导致自己转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随后一台白色轎车再开过来 一名男子冲下车 直接和黑色轎车车主爆发激烈口角冲突 两方人马似乎早就有纠纷 而遭到无辜被撞的车主则是一脸错愕 完全搞不清楚怎么会这么倒霉 我去下车了 他们呢 这一头又吹过啊 另外一台车 打起啊 两边打起来 三十一号凌晨四点 华联市中心中正路与中山路口 两车疑似先前就有行车纠纷 在街头飙车追逐后 其中一辆车先失控撞上 另一台停载路口的车辆 警方到场后发现车祸现场一片混乱 而且还在肇事车里搜出 Catamine等违禁品 另外当时附近居民还有听到疑似枪声 以为是帮派火拼引发街头枪战 工资说我们的小门被撞坏最好了 连店家铁门都被撞坏 上午肯定做不了生意 但这里可是花莲的市中心 每天都会有大批观光客来消费 但却发生飙车俗当街追撞事故 恐怕会影响花莲观光形象 那做调查我们在现场带回了三名的在场人 那一名伤者送医 那我们在现场查扣到开山刀一把 道具刀一把 那另外还识货三枚道具枪的子弹 这个子弹是没有杀伤力的 只有声响 那另外还有一枚的高空烟火 这个也是非爆裂物 其实并不是真的枪支 警方否认发生枪战 但因为现场找到子弹 以及疑似道具的刀械 让辖区远景不敢大意 先留置车主扩大清查 记者五彩薰 成为君华联报道